于是马上有网友爆料着,其实二人的感情从第一次王柯破产之后就不合了,流头事业白忙。 本来身为京城四少的王柯有数百亿生家,现在混到如此地步,甚至被众人贴上吃软饭的标签,王柯的内心早就崩溃,最极端的时候居然还吃过医学药物配合自己的精神状态治疗,流头也是少了很多沟通,二人各忙各个,而这次上综艺节目,也只是作秀罢了,不知道真假,节目也播出一段流头给王柯的感性告白。 闪瞎所有人,老公,我们好久没有这样产生过分歧了,今天你的意思我明白,你说的道理我是懂的,但我还是要告诉你,有时候女人是不想听道理的,每天都听你在夸我,突然那么严肃的和我讲一堆道理,我还真是有些不适应,不过你放心,我已经不生气了,原谅你了。